那么这个罪法的话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这个罪法 那么它我估计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连罪之法 从我个人的理解的话 它主要就是讲你这个写字的时候 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这个笔法要好 然后就能把所有的东西给贯穿在一起 那么这个思想没错 那么它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讲过了吗 书法之庙全在运笔 讲了 这个咱们就讲下一个 好 这个这张应该是好像没讲过 这张上面还没讲过 那么我就找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意思的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笔墨之交易有道 这个应该没有讲过 笔之浊墨三分 不得生静之豪 若无利也 干言墨则失连笔 失言墨则干连笔 太浓则肉质 太淡则肉薄 来去淡也命浓 努力运之不能自也 那么这个讲本基本上就是 我们平常也说到一些 就是笔站墨的时候 它要有三分 三分的意思 它不能生静之豪 就是不能把笔根 这个地方也弄到这个包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笔的话 它如果是这个笔完全站上了之后 它这个就 就会有一些太不太听话 这个笔风就出不来 那么大家如果是看这个康尤为写的这个字的话 大部分都是都是干干的 酷酷的 那么大概就是他讲的这个意思 从我们个人说来的话 这个笔记实际的这个应用的话 应该就是说 你就笔洗干净之后 先占水 然后你这个墨的话 不要一直站到笔根 就站到笔尖一点点 然后下面这个 干言墨的失言笔 失言墨的干连笔 这个我就不知道讲什么意思 大海你理解是什么意思 干言墨 我也不太清楚 它是说什么东西 不太说什么东西 但下面两句的话是对的 就是说 你这个太浓则肉质 太浓的话 你这个笔就施展不开 因为这个墨的话 它不光是这个 就是墨 里面还有胶 然后这个胶一浓的话 就粘住你这个笔就没办法动 你这个笔封的话 它就不灵活 那么太淡的就肉薄 就是说你这个太淡 它不墨色不浓 那就看着就有精神 好 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说法的 它是讲这个指 你这个指和笔怎么样配合之法 古人寡论之 古人基本上没有讨论 来亦须令笔墨有相宜之性 实可为书 他们就跟你这个笔墨要相合的 但是这个要总结出什么规律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写了很多年 就是发现这个指笔墨中间的话 它确实是有关系的 你一种指的话 只能写一种字 那么这个是 而且的话有一些指的话 就是说你只能用某种毛笔 那么这个也需要大家 就是去慢慢的这个探索 那么下一句是非常有名的 如果指缸则用柔笔 指缸则用钢笔 这个指缸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较生的指 生的指的话 它告诉你 你要用柔笔 柔笔就是阳毫 那么这个指柔则用钢笔 指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要 这个比较硬的指 比较硬的指 就是比较不吸墨的指 那么你就要用硬毫 两钢则如锥化石 两柔如泥洗泥 这个是说你如果是用这个硬毫 在这个深圈上写的话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动的 然后两钢 这个就是两钢如锥化石 滑不动的 两柔如泥洗泥 这个比较软的指架 碰上这个比较软的笔 比较拉不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大家现在就是说 这个各种指的话 对付的不太多 可能这个感觉还不太明显 那么这个以后写多了之后 大家这个就会体会到 然后又既不原唱 神歌王力 金能必以羊毫 金能于蜡纸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么你要是用的这种蜡光纸 那么你就不能用软毫 那么要用硬毫 蜡光纸就是不细末的 要是用这个羊毫 它本来就很软 那么你这个纸的话 它没有这个摩擦力 让你调风 就没有办法弄 那么你一定得用这个深圈 因为深圈的话 上面这个笔的话 摩擦力比较低 那么你在笔风在上面运动的时候 就能够调风 那么它是讲的是这个意思 大家有没有弄懂这个意思 因为现在我们写字的话 大概用的笔的话 都是这个尖好或者是狼好 那么这个是适合于 这个比较硬的 就是比较不细末的 比较光滑的 好像还没用羊毫写过写过字 还没用羊毫 可以买了十几 如果这羊毫在特别光滑的笔上面写的话 基本上没有办法动 笔风没有办法调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软 那么这个纸又特别特别的滑 你调风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需要这个笔风 跟这个纸之间有一个摩擦力 然后你才能再用这个摩擦力 把这个笔调好 那它这样说 跟我们的手完全不一样 它说纸钢则用柔笔 那这种打印纸的话 应该算是钢纸吧 那纸钢的这个正好是反的 对啊 钢的话是这个比较光滑的 所以它胡说八道 那时候的纸可能跟咱们现在不太一样 应该是它那个时候的话 跟我们的纸的话 就是看你怎么样说吧 好吧 这么说吧 也许他们那时候的羊毫特别硬呢 那时候羊毛硬 还有鸡毫 还有鸡毛 鸡毛胆子了 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是以后大家如果是 碰到这个什么写字的时候 写的不顺的时候 写的不好的时候 那么这个首先 要问这个纸不好 这个笔不好 它们配合的不好 不是我水平不行 大家有问题没有这个 这个是早晚这个问题会出来的话 就是大家如果这个写的越多 慢慢的话就会这个纸和笔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 都是要慢慢要出来 那么你再继续往下写的话 那么就是还有这个磨墨和这个墨汁 中间也有很大的 那么这个也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可能会问到 没有问题 咱们就讲 学序 学序的话 主要就是讲它这个 大家学字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把这个大概过一下 大概过一下 第一句话说 他说 经天下知识学之难成者 晖独其人之惰学 教之如其序也 那么他是讲什么意思呢 现在这些人呢 做学问或者是学什么东西都学不成 大部分都是因为呢 这些人懒惰 不太愿意学 不仅 他是讲的这个意思 意思是非读 就是说是不仅 这些人懒惰 那么以教之物去学 那么更多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也可以学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这个 所以说大家就是说 如果是还写的不好的话 那么都可以说 我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不光是 我刚想说 班上写的不好 同样就是赖老师 对 写的不好 就先怪我 然后不要 不要觉得是自己太懒了 或者是什么 那么这个是他讲的是第一个 那么他 然后他学书有序 必先能执笔 执笔的话 咱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那么也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 执笔的方法有很多种 那么我们现在基本采用的方法 就是这个所谓的五指执笔法 那么这个基本动作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班上好像没有别的 没有同学用别的方法 但是并不等于就是说没有别的方法 比如说你要写大字的时候 我这种执笔法的话就没有办法用 那么你要写着我讲的这个大字的话 不是说一寸两寸的字 那么是一尺两尺的字 或者是更大的字 那么这个方法就不一样 然后呢 做书一从何时 一从何时 那么他是说一从大字 应该是从这个大字开始 那么他这个大字是多大呢 不要以为它是一尺两尺的字 他说是二寸一寸为度不得过大 那么这二寸一寸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字 那么这个 言情礼碑的话 大概是两寸左右 那么像其他的 像写这个孔子庙堂 大概是一寸半左右 一寸到一寸半的样子 那么基本上都是 都这么个大小 那么是小凯的话 那么一般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半寸左右 或者更小 就叫小凯 那么这个是一个基本规则 那么写这个赵孟斧的那个 大概也是在一寸多一点点吧 一寸半多一点点吧 然后去寻草的话 去学寻草 然后这个学书 那么下面一条他讲的话 学书用九宫格模式 那么这九宫格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把一个格子 上面纵化两条线 横化两条线 分成九个小格子 然后你就在这个九宫格里面 把这个字的结构搞对 那么这个 有人赞同这个方法 也有人不赞同这种方法 那么现在 因为当初的话 这个考科举的时候 尤其是清代的时候 考科举的时候 这个书法 唯一标准的话 就是这个字要写的 要写的圆 写的好看 那么现在不一样 再不用考科举了 那么写字就是好玩 那么写字好玩之后的话 中间它 你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各种各样的写法 也不是各种各样的目的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字写得非常的匀称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写得 这个相当的不匀称 匀称的我们叫现在的美书 不匀称的就叫丑书 那么都是各种各样的玩法 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 要把这个字写丑了 其实也不容易的 比较容易 这个有几种丑 这个丑的话就是说 有一种是有规律的丑 就是它虽然丑 看上去不好看 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和谐的规律在里面 那么 偶而有序 偶而有序 那么就跟我们这个 看这个后院 这个冬天来了 这个树 树叶都掉了 这个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它每一根树子 每一棵树 它自然还有它的这个规律 那么这个就是叫 虽然不是那么好看的 但是它中间还是有一个规律在里面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丑 那么这个美的话 大家都比较理解 比较容易理解 那么就把每一个字 当成一个人来看 那么这个人要长成什么样子的话 那么它是一定有一个规则的 不能说是一个胳膊长 一个胳膊短 那么那么就就就就肯定不好看了 虽然我们不能歧视它 但是确实是长得不好看 然后下面就是讲它要取什么杯 咱们就不用管了 这个我这个下一个 这个这个弄成红的 它是讲的就是学书必须模仿 那么这个是这个学书书法中间的 一个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它不得古人行智 无智得性情也 那么它是讲的什么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长远的历史来看 那么我们所学的这所有的这个字 不管是唐凯还是这个汉令 还是其他的行书草书等等 那么它都是经过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筛选 那么这个筛选的原则的话 那么就是说是实际上是无意识的一种筛选 这个无意识的筛选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些东西能不能流传下来 那么它都是有一个这个隐含的标准 那么在这个人的这个视觉当中 它符合人的这个视觉的美 那么这件东西它就慢慢就流传下来 它不符合这个视觉美的这个东西 有很多当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东西 那么后来都没了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回看宋朝 宋朝的话 有很多当初这个这个写字都非常有名的人 那么现在如果你不去研究书法史的话 这些人你都不知道 那么而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宋世家 苏氏黄平坚米福菜香 他们就在这个自然的选择过程中 他们就留下来 那么这样就是这些就给我们讲清楚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能看到的古文的东西 那么一定是这个经过了这个千锤百锂 留下来的最好的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要讲的呢 为什么要去学习古文 那么我们学习古文的话 那么大部分的话 如果是你想好玩或者是想怎么着 那么你可以再看到古文那儿 他有各种各样的玩法 各种各样的玩法 那么有些东西 尤其是现在的话 这很多的话 这个动不动就要创新 动不动就要写出自己风格 那么有的时候的话 那么往往这些风格 他是尝试的这种风格 他在新世的这种方法 其实古人都玩过 那么有些的话 因为各种这样的原因 他们也流传下来 那么有的时候的话 那么有些东西是流传下来 所以说呢 他讲的这句话 他是对的 学书必须模仿 而不得古人行之 无自得性情 就是你不能掌握古人 做过些什么事情的话 那么你自己怎么能知道 你在写你自己的字 那么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那么现在的话 很多的话 就是你去参加什么 国内参加什么书法培训班 这个包子是有经验的 那么这个老师的话 他怎么教你 他自己写一个东西 然后让你去模仿 然后你写出来之后 他又给你纠正 然后你又去写 然后像这样 模出来的东西 他就可以参加咱们 那么他是怎么样呢 他就是说 直接给你灌输 给你灌输一个 现在实心的 这么一种模式 一个模式到里面 那么但实际上 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做出这种模式来的 就是另外一个 那么大概这个讲的 就是没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问题 要问这个地方 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都让 从未被开始学 他怎么不说先学原体 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他要是 他就这么说吧 就是说 他如果是也是告诉大家 一开始就要写原体 他就跟别人的说的一样了 这些话他都不用说了 那么他这整本书 他整个这一本书的话 他就是说 在唐代这个碑课里面 生命力都已经都没了 那么你一定要去学这个卫碑 那么卫碑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 更加于接近 你这个王羲之王献之的 那么这是他的基本理论 那么他说唐代人的这个字 虽然写得好 写得很自信 那么这个已经是离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王羲之王献之很远了 那么他另一点 他没有说的 就是说 实际上你要先把这个唐凯 王羲这个这个 这个延真卿啊 乌鸯寻写好 那么比协碑要困难 非常太多 那么这一点还没有说 算不算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有 那您说他这个 他这个龙闻造像 这个 这就是龙门造像剂是吧 我刚才查那个 我看到那个很比较一般呢 就有点像那个 印刷体的那种东西 对 如果说龙门的造像的话 他出来的话 那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龙门饰品 龙门饰品的话 第一个的话是评宫照相 那么这个以前我也给大家看过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很 很这个美术化的 那么也是很板刻的一个东西 那么中间还有这个 杨大眼造像剂啊 等等 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么一类 从这个笔法的这个复杂性 或者是结构的这个复杂性上的话 那么跟这个唐碑的话 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这个唐碑的话 中间所包含的这种各种变得用笔的 和这个字的结构的这个细节的话 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当然现在也有人说 就是因为了有了这么多细节 你让小孩子去写 让谁去写 那么写死的都写不下 那么这些人的就写字的兴趣 都让你给弄没了 好 还有问题没有 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讲很长很长时间 那就是说 咱们现在的话 就实际上就是处于这么一个阶段 每个人写字的话 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玩法 那么我个人发现的话 就是说 每当学会一个古人 所做的一个动作的话 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 那么你学会了这个动作之后的话 那么你以后就可以随时应用 就是很容易忘 就是学了也挺容易忘的 心学都会用 多写一下给记住它 多写一下给记住它 关键是要放松了来写 那么就这样的话 就是说 学会了之后的话就比较容易 这个掌握 你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忘掉了 其实你没有忘掉 你就是自己到那个地方的话 随时把它给运用出来 随时运用出来 就是你这个实际上 你这个肌肉里或者这个大脑里面 实际上已经是有了这个记忆了 就是关键的时候 要把它唤醒 好的 好那下面这个意思 这句话就讲得很有意思了 那么这个跟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这个Jerry问的问题也很有关系 我就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就笑了 那么他是怎么说的话 他是先让你写这个卫碑 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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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了之后 他说什么呢 然后书体继承 意为行书伯其太 那么你要写行书了 那你要写什么呢 要写歌帝 然后要写宋人书 要写山谷 黄山谷 然后他不要去学书里 也不要学这个赵董 那么他讲那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写完这些 所有的这些卫碑之后的话 你要解写这个写行书的问题 还是要回到这个贴学的 那么这个是这个东西 我看到的话 就觉得他这个非常好玩 就是说他在前面 他说了一大通这个贝学 等到你要写行书的时候 你还得回到贴学学来 那么这个就是隔帖 包括我们写过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集王圣教书等等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他也没有说要学那个 王羲之的行书 他说要隔帖 隔帖的话 隔帖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重画隔帖 重画隔帖里面的话 他一共有十卷 那么六七八都是王羲之的 然后九十卷 那么这个是王羡之的 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 那么还有唐代 唐代近人的唐人的等等 那么大部分都是属于 这个王羲之这一套 这一脉的 那么所以说 它是实际上是回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所讲的这个铁靴 那么可能要给大家 稍微稍微这个这个 这个解释一下 什么叫铁靴 那么这个 康有为这一本书 广义洲双集的话 他主要就是推这么一个碑学 碑学的话 他认为的话 那么你要学王羲之 王献之 那么最重要的是 不能去写唐碑 那么要从这个卫碑开始 那么相对说来的 所说的贴学 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下 实际上就是讲写的 这个重画隔贴 重画隔贴的话 那么在 是宋代的 这个 一套客贴 那么当时是宋代的 这个朝廷 把他们这个 这个玉府收藏的 这些王羲之 这古代的法贴 刻成了 刻出来 那么刻出来之后的话 在当时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没有摄影术嘛 也没有办法 别的办法复杂 这个复制 所以刻出来了之后的话 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大凡事 就是天下想学这个书法的人 那么都有机会看到 大概王羲之 王献之和古代人写之 是什么模样 而这个 这个 这个重画隔贴 出来了之后呢 就很快的被 当时的人 后来的人 这个 这个重新翻刻 就出来了之后 那么我有刻 你有刻 大家可以 就是很多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翻刻本 就慢慢出来了 那么他当时 那个刻的话 当然就是把这个字贴 描在石头上 或者是木头上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再刻出来 然后用这个 再给它踏出来 那么这个 到了明代 那么这个刻贴的话 就尤其发达 发达 那么不仅有 这个宋代人的 没有当时 他们的一些人 明代的这些书法家 他们自己的 这个刻贴 那么就是到了 清代的时候 这个 原本的这个 隔贴 基本上已经都看不到了 那么这个 你能在市场上看到的 那么都是明代人 翻刻 那么这个质量 已经非常非常差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 王羲之究竟 是什么模样的话 其实就是说 即使是手上 有一本隔贴 你也只是看到 这个隔贴上的模样 是真正是什么模样的话 你不知道 那么所以说 这个康有为提出的 这个理论就是说 你已经不知道 王羲之是什么模样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 最接近王羲之的 这个时代的 这么大量的 这个木质啊 照相啊 这个刚刚出来 跟新的一样 那么你应该 从这个地方去写 这个纯化隔贴 Amazon有卖的 是真的吗 这个是一个 一个比较 比较 难以回答的问题 要看它是什么版本 因为现在的话 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原刻的 这个这个纯化隔贴的话 基本上 大家相信是已经都没有了 那么后来的话 最好的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宋代的翻课本 它是 它是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 它写的是什么版本 它写的是什么版本 2019年第一版 它的第一本 就是它影印的那一本是什么 它没 它是 它就写的是纯化隔贴 纯化隔贴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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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谱 要具体要看它的这个版本 就是说现在 大家所知道的一些 比较好的这个版本的话 那么在 在美国的话 是这个 Friar这个 大概是 都不全 要要把 把各个 博物馆 这个 这个收藏的 拼起来 然后才能是相对完整的 那么 那么现在 大概有比较可靠的话 那么就是说 上海博物馆有 然后 北京故宫博物馆有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是 台北故宫博物馆有 然后这个 这个Friar 他们也有 但是都不全 那么 大家要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我给你发一个 发一个连接 那么最近有人才在 研究出来 那么一个比较可靠的版本 是 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 大海手上应该有吧 纯化隔天 我的是另外一个 是后来课的 叫什么 大清楼 什么 太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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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大观天 大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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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就是说 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官方课的 也是非常好的一套 那么 大家可以看 这个 这个是可以的 凡是大观天的话 那么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可靠的 那个是送来的 这个应该是属于原踏的 如果是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那么咱们这个 这个可以 可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一些微信文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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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ry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老师 好 好 数学 数学的话 这个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就是讲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学习 学法的过程 我十一零 实行 教授 那么他是说 我十一岁的时候 就是跟着 先祖教授公 那么 康战修 康素姿 那么 跟着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学习 用笔 这个先祖 刚开始 教他是教什么呢 教他写 越狱论 这个越狱论 这个越狱论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王羲之的一个小凯 他用的什么本质 咱们不知道 那么 当时的话 好的本质的话 也应该是比较难得了 所以说他应该是某一种参客 然后他就讲了 男性 懒动 就是说这个 这个又懒又笨 他说我自己又懒又笨 家 家里面又没有好的这个课本 所以 久之不能工业 那么他就 这个 这个 这个倒是好 又骂自己 说自己又懒又笨 然后又说家里面没有好的本质 所以写了很久 也没有写好 那11岁吧 11岁你要能把字写好的话 也不容易 将冠 那么就是快要到 冠的话应该是20岁 那么学医朱九江先生 朱九江也不知道是个名人 然后的话就告诉他 然后要告诉他怎么 先要这个纸笔 纸笔要平万束缝 续拳十指 就是大概就是刚才我们显示的 这个方法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教他学什么呢 教他学什么呢 他开始学纸笔 这个叫强盛 这个强的话不是强 是僵 就是这个手 手腕比较僵 竖不起来 然后他这会比较刻苦的 这个白天 用这个手去笔画 晚上的话 在被子上还画字 然后几个月之后 稍自然 那这个就是光这个练笔 这个执笔这个动作的话 用了好几个月 那么凯剑这个东西 还是跟个人的天分 有些关系的 那么他的话 这个是快要到20岁的时候 才学会这个 应该说 不早也不算太早 也不算太晚 然后他是得北宋踏 李全明明之 这就是九成功 就是九成功五千里 他讲这个 这个是谁谁谁 怎么样来源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稍微懂得了 古人的默契笔法 慢慢的话就看到 这个入手怎么样 人苦雕塑 不知道他这个雕塑 是指什么意思 也许是他自己没有弄懂 或者是他认为 这个这个帖子不怎么样 后来的话 就碰到这么一个人 说李全难学 欧书为小欧 道音碑可不屈尔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 就比较高兴 看到道音碑 那么他是讲这个 李全明比较难学 就让他这个 先学这个道音碑 继续学 因为道音碑 这块石头特别特别的 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随害 这个踏本的话 在民国时期的话 这个是非常容易得到的 他就学 他就开始学这个 然后 而且果茂密 这个换了一个容易的碑 果然就学得好了 然后同时 他又学习了 这个 规峰 处公公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应该是愚公公 不是处公公 愚公公公 就是这个 应该是 这个 有时候要学的一块 对 然后后来又写 玄秘塔 严家庙 他写的这个范围 就开始比较宽了 然后他稍微懂了一点结构 下面这句话 其实讲的很重要 应该 应该 应该这个 标出来 他讲了 盖虽小到非得其法无有入也 他就是说 虽然这个写字呢 这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方号不正确的 非得其法无有入也 他就写到这 见机行草 然后到这些行草书的时候 他就写这个舒服 过情舒服 他就写格帖 然后江瑶章 江瑶章的话 就是江徽 南宋的这个痴人 然后最成这个章枝 锁镜啊 锁镜啊 黄像这些人的话都没有这个可靠的墨迹留下来 然后但是的话这个黄像的话有这个传统留下来这个急救章 就章草 那么因为当时的人很少学 所以他就拼命去学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看各种各样的贴 然后又调这个苏米窝旧中 他说他学过苏式米符 我相信他这个是在这吹牛 他的这个字里面看不出一点这个苏和米的这个精致 然后他又学了这个中太妇 就是中游的宣誓荣德建计子之贴 这个宣誓表 这个班长写过好几好几好几 有一个时间吧 去其作后 接宋明勾客 等等 然后呢 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了 叫张延秋 为贴接翻本不如学碑 然后他就开始学碑了 然后就开始读这个收文解字 然后做转粒 然后又觉得这个这个李扬宁的这个就转书没有味道 然后就开始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这个邓完白 就是邓石做转第一 然后他就在这个岳城 大概是这个现在的广州吧 苦难得 后来人武入京师就是去赶考去了 家里面显然是有钱的 买了一大批 然后又买了大量的汉卫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 从龙玩锁 下必颇远于是 于是 翻然之贴学之飞 然后下面开始给自己找借口了 然后他说什么呢 唯武信号求理 我喜欢做理论研究 不能唯无用之学 他写字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不太这个 然后最懒做这 写字的话 然后他就是说 我就去大义而已 就去大义而已 然后他在北京都住久了 买各种各样的背板 然后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刑部申子培 申子培是什么一首 申承直 当代通人 他说他的书法 多转折多元 六朝壮笔无原者 说六朝的这个碑的话 是壮笔的话没有圆的 无师以正文公正之 然后由此观六朝碑 然后他就无笔不断 发笔平常有多则 然后现在就开始说 湖北有张连青 然后说是 运七两千年来无与比 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的 这个张连青张玉昭 那么他这个眼睛 在这个地方就显然出了问题 把这个一个先美数字的 一个人的这个字的话 说是千年无比 那么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是眼睛出问题了 但是他从这个里面 他就学到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看这个张连青的 这个笔 这个用笔叫点画转折 结绝痕迹 就是说这个张玉昭写 写这个字的话 这个钻笔 这个痕迹是基本上 做得很干净 就做得很干净 省其落末运笔 中笔必则 外末必连 转笔提督以方为原 落笔含蓄 以原为方等 为掌握而诗解 大物笔法 那么不管这个张连青 究竟写得怎么样 然后他是从这个张连青的 这个地方 然后他领悟到了一些笔藏 然后又从这个 这个邓丸博 又回到邓时如的这个 开法 仓古字谱 等等等等 然后最后他骂了一个人 骂了一个人 他说这个赵辉书 赵辉书就是赵 赵之谦 学北北意志成家 但气体弥弱 迷迷 因天下多元北北 而尽为迷迷之音者 赵辉书之罪 那么这个 他是就是说 把这个赵之谦的话 骂得一塌糊涂 然后最后 然后这个 他讲了一个 他自己的这个 对自己他下的一个绝论 就是说 无言有神 五万有利 应该是 好像是大家都说 是说的是 五万有利 是吧 他不足以复之 就是说 自己他写的字 也还是不怎么样 那么 这个基本上 就是他学习书法的 这么一个经历 那么 我觉得这个 很重要的一点的话 就是说他 能够看很多的碑板 然后的话 从中间 或多或少的 学习一些东西 然后从那个地方 最后找到一位 比较时代相近的 这么一个 张玉钊 从这个地方 作为这个出发点 然后的话 能够理解到 这个用笔的方法 然后开始写字 当然了 最后的话 他这个字写的也不怎么样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或者有什么想讨论都没有 比较枯燥 因为没有图像 他对书和米 为什么看得那么差 不符合他的神秘原则 前面一个他也写了 前面这一章他也写了 对 不符学书米 陷于偏颇飘 这个应该是脚吧 飘脚之恶习 那么这个就是 我想的话 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这个书和米的话 用笔的话 测风比较多 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这种细节 不符合他的审美关系 也不符合他所建立的 这么一套数学系统 然后下面当然就更写了 勿学赵懂 不要学赵母夫 不要学懂其常 但为软华流迷一路 下面讲 若一入迷津 则舵 恶比牛离地狱 大家有谁听佛学的 没有 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清楚 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要看到地狱的话 肯定不是好东西 然后下面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更决 叫 无负超度飞升之日 就是说你再也出不来了 你再也出不来了 要真能学成那样 也是一个本事 行 那基本上这个 这个第一堂课的时间 也就到了 咱们休息一会儿 下一堂课给大家点评 我再次 待會兒